好 快再問 五分鐘增加一個人價值 不好意思今天有一點 那個遲到 所以十分不好意思 今天我們要來問的是 今天剛好有Google發表了一篇 他的數據 就是說YouTube 他的整個影響力 是高於 有點高於電視平台 他所發表的這個 這個數據表裡面講的 也幾個重點說 其實一般人對YouTube的 認知跟看法有一點出現錯誤 他舉出了三個 比較 大家認為錯誤的一個點 一個點就是說 大家認為都是說 一般人大部分會是在白天啊 或是上下班的時間才會去看 YouTube影片 其實他說這不正確的 雖然這個是大家認為說這個時間點 真的是大家很多很容易去看YouTube影片 但是呢 其實他說 百分之九 九十以上的 十八歲以上的使用者 會在黃金時段 我們所謂的黃金時段就是他所謂的 在晚上七點到十點 這個時間點 他的在YouTube的收看率 遠高於在家裡看電視 打開電視台的收看率啊 這是他要證明的一個點 第二個是說 在黃金時段裡面 其實這些人 收看YouTube的人 其實在家裡面 認為說他們在家裡了 他們其實已經在家裡了 他們應該會看電視 其實在這個時間點 而且有更多的人 是拿著手機 他們移動載具 就他們行動平台的時候 在家裡是看著YouTube 而不是在看電視平台 所以他指出了幾個點 那在第二幾個點 第二點他認為說 其實大家在看YouTube 都只是喜歡去靠一些爆紅的影片 就是一些網紅的 以及沒有好笑的影片 其實他說 這其實也是錯的 他說 其實在YouTube裡面 他這 他指出了第一個點 他說 因為現在的影社群平台啊 大部分都是屬於 一些就是圖畫啦 文字的一些社群平台 但是屬於影音平台的話 是屬於比較少一點 所以他說 其實YouTube在影音這一塊的影響力 所以影音這一塊影響力 遠高於其他的社群平台的影響力 遠遠高於有四倍大 那這就直接 直接在打 打Facebook 因為現在Facebook的 呃 影片其實是很多 我現在就用Facebook直播 但是 這也是為什麼Facebook一直想要 搶佔 搶佔影音這一塊的市場 因為他認為 Facebook我說過 他認為是YouTube 在這一塊賺太多了 所以Facebook一直先要改變大家使用者的習慣 就是 要讓大家感覺說 其實你來我Facebook 你可以看到很多的影音頻道 這也是現在大家利用Facebook 在做一個影音推廣的一個重點 第二個 他說 其實大家在看FV的 在看YouTube影片的時候 其實是他最喜歡看的是 其實他分析出來有四個四種 前四名是什麼 第一個就是大家看的喜劇 第二個是音樂 第三個 欸 第三個是 喜劇音樂 音樂 然後娛樂 第三個是娛樂 然後第四個是 怎麼做 這怎麼做就很發現喔 你也知道 你大部分的人會在 會在那個 YouTube裡面去搜尋說 有一些什麼教學啊 什麼的 什麼事情要怎麼問 你會在YouTube裡面搜尋 有一些人 可能會製作一些影片 教學影片的方式 這是 大家都很認知 很認知的 所以他是排行在YouTube裡面 被搜尋 被收看的一些影片的 第四名喔 就第一名是喜劇 第二名是音樂 第三名是娛樂 第四名是怎麼做 而且 他給 給提供了一個數據 因為 我講過 因為我講過 Google是全世界最大的 的東廠 就監控我們的新聞 所以他說 有百分之六十八以上的人 啊 會在他購買東西的時候 之前會來 會來YouTube裡面 去搜尋 去搜尋一些 相關的 相關人家的一個 見證啊 或是一個分享文 有百分之六十八以上 會在 購買東西之前 去做一個分享文 這是 很 很大的一個數據 那過來第三個 大家是認為說 其實在 電視平台裡面的廣告會 大家會有什麼 十五秒啊 三十秒 六十秒的廣告 這是一般大部分的廣告 大家已經會認知是這樣子的 但是在YouTube裡面 他說 其實YouTube裡面有一個 六秒廣告 這是他在去年裡面 推出來的 新的一個六秒廣告 那 大家知道的是說 YouTube裡面是不是有一個 五秒 五秒看過就算了 你就可以跳過了這種廣告 他知道說這種廣告其實 很多人都直接跳過 所以他現在把 要使用者 要這些買廣告的人 可以去設定說 其實你可以把你的廣告 設定在六秒 因為簡單一點 讓使用者 可以很快的說 因為大家都很忙 我一直在講說 大家都很忙 你可以用六秒 就跟 告訴你的 潛在Google 你的使用者說 你的這支廣告 先要告訴他什麼 六秒鐘就好 所以他在 推出這個六秒廣告的時候 他分析一下 有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 看過這六秒廣告之後 對於這個 他這個廣告 這個廣告裡面的 所推出的產品啊 相關後續的購買啊 影響啊 還有他的 他的那些後續的影響新聞 是有很大的影響性喔 所以他說 其實在YouTube裡面 這個六秒廣告是有很大 而且是現在大家很容易接受的 因為大家都知道 五秒會快樂過 而現在六秒 六秒就看完了 所以大家會說 看了一下之後 就有影響啊 因為我說過 你的廣告 一定要在前面幾段 我上次一直在說過 前面幾段 你一定要讓人知道 你的廣告在講什麼 不要把它放到說 放到第35秒 第45秒 我跟你講 沒有人會去看那麼多 那麼久 除了我說你這個廣告是很精彩 內容鋪成很精彩 要不然其實很多人 是不會看這麼久的 所以他 Google推出的 這六秒廣告 其實對 使用者或是這些廣告商來講 是一個很大 很好的使用習慣 而且對消費者啦 對使用者來講 六秒鐘 不占據我太大的時間 是一個很棒的 很棒的一個設計 所以就是 這就是今天Google 他推出來的一個數據 第一個就是說 呃 他認為說 大家認為說 看Google只會在白天嗎 上下班嗎 不是 他認為不是 第二個 第二個 他認為 認為說 欸 其實Google大家都只會 上去看一些網紅嗎 其實也不是 其實裡面有很多時間 大家會去看 大家怎麼做 或是去 你要購買東西的時候 會去參考一下別人的見解 所以你在做廣告的時候 在做你的商品的時候 YouTube是一個很重要的一個影響因素 決定人家的影響因素 那第三個是說 廣告的使用時段 那Google推出一個六秒廣告 所以大家可以來試看看 這是一個很棒的方式 我是認為是 對使用者 對廣告商 對受抗者 都是一個很好的 很好的設計 OK 今天不好意思有點 有點Delay了 然後 也是跟大家講一下 呃 我們 我 應該會在下個禮拜 因為 YouTube是真的蠻影響的 我下個禮拜 我會整理一下 我會在 呃 在我的YouTube平台也會做一個直播 在直播好的時候 我會一起做 跟大家做一個宣布 因為今天都在講YouTube了 兩個平台都是一個很 很好的使用 使用新聞 因為兩個平台我都會經營 因為 第一個也是要給學生來做一個觀摩 OK 好 那我們今天好像講得太長了一點 OK 那就這樣吧 今天 我再問 每日一問五分鐘 將將也跟著價值 到這邊 拜拜